在一般的民主法治國家其實都有妨害司法統正的規定 主要在台灣的話我們對於妨害司法統正行為可以分為權跟權的兩個影響力 那權的部分都有一些貪汙跟收回的一些法治規定可以處罰 但是對於權力的這一派的妨害司法 妨害法的支持